距離台灣4700公里的巴布亞洲幾內洋 位於太平洋的西南部 全球共有800萬人 與澳洲、印尼以及所羅門群島相邻 對我來說,巴牛是一個對比很大的國家 在首都Pomorsby有著現代的高樓建築、商場和會議中心 更曾舉辦大型的國際會議 朝向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商業中心邁進 但離開了首都,無論是在沿海或內陸地區 它仍然保有很多的自然資源、傳統文化 並成為相關的產業、林業和礦農業 我在2017年到2019年被古和會派到 巴牛的台灣技術團服務 在來城執行了一項農民訓練計劃 這是一份非常有趣的工作 因為可以近距離了解當地的風俗文化 巴牛的民眾許多人能保有傳統的生活方式 而傳統與現代的落差也造成了巴牛旅行的不確定性 我曾經在一個當地上島保證安全的山區裡露營 結果晚上休息時 那兩位拿著獵槍的居民朝省 聲稱我所露營的地點是他們的土地 雖然最後平安落幕 但也提醒我在巴牛沒有許多的文化和習俗 需要去了解和尊重 但即便如此 我內心仍想要去內陸 去探索巴牛的第一高峰 歸連峰 海拔4509公尺的威廉峰是巴牛本土的最高峰 在1888年被德國探險家余國佐勒發現 並以當時德意志帝國宰相比斯邁的孩子威廉來命名 一直到50年後 才由澳洲駐景利瓦莉首次登頂 而我查詢台灣的海外攀登記錄 尚未有攀登威廉峰的記錄 也成了我想攀登的動機 一二三 2018年12月 從台灣來的兩位朋友 中文學院中古方老師和黃日瑪 讓他們進行研究工作 而我以旅辦的身份加入他們 一起登登威廉峰 我們一路從靠海的萊塵出發 深入巴牛的地步 到達海拔2000公尺的山腳下 亞瓦的Betty's Lodge 而民宿主人Betty所養的尊魚 在當地也是小有名氣 我們就在享用了尊魚之後休息 預計從早上出發 鬼市場 曲圈 門中國 son尊魚 雖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从民宿出发,预计走约4.5公里的路,到达海拔3580的碧南山屋。短短的4公里路,我们却走了快5个小时了,因为我的伙伴们正开心地辨识着八牛森林里丰富的植物上。 当他们正开心辨识植物的时候,我的乞丐只待回到山屋旁边,有两个神秘的高山湖泊正等着我们的拜访。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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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晨 两点我们出发了 我们当时选择一早出发的原因是因为 12月的八牛其实已经进入了雨季 我们想要把握在天气相对稳定的早晨登顶 提高登顶的机率 在攀登时我一直想问为什么要攀登威廉峰 除了台湾守灯这个称号真的很酷之外 我希望能透过我们的攀登和记录 让那些没有机会攀登的朋友 也能和我们一起看到自然之美 更希望能鼓励更多的攀登者 台湾不是只有玉山 嘉明湖 或是板岳 世界也不是只有富士山 或圣母峰等人民山 还有那么多不那么有名 但能量美丽的景色 值得我们亲自去拔出 文字幕给开启从 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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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快 恭喜你 恭喜你 三位 你很快 你最初的台湾 要破壞 你最初的台湾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